靓仔 靓仔 肝都握不对 怎么学的会 也许你的这个动作 会导致你一到关键时刻 就打不进球 前后运肝时 手指大开大合 出肝时使劲抓紧球肝 有这种情况 会导致出肝力度 控制不够精细 出肝容易带旋转 经常出现很简单的球 莫名其妙的失误 握肝的方式有很多种 大体呢 分为三类 前掌握肝 中掌握肝 和后掌握肝 用的最多的是 前掌握肝 食指与拇指 环贴实握球肝 其他三指 轻贴虚握球肝 保持这个形状 但不能太用力 球肝后拉 手指会慢慢地被伸开 而不是刻意地张开 球肝向前时 也是自然的合拢 这样才能让出肝 变得顺畅 用这种方式握肝 无论多大的力量 都不需要在出肝时 使劲抓紧球肝 球肝从最后方 运动到最前方时 接触手掌的位置 会逐渐从前掌 过度的后掌 你只需要一个 很小的力量 勾住球肝 球肝就完全不会跑走 一旦这种过度变得顺畅 很多之前不稳的球 都会变得稳定 很多之前打不出的单法 都能变得犀利起来 台球技巧 哪里学 看我自定 下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